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日 针对辽宁盘景1月15日发生的耗野化工重大爆炸着火事故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盘景是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18日 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在陕西榆林开幕 200余个非议项目集中亮相 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49日16时至26日16时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禁止驶入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日前 工信部表示 目前全国共建成110个千兆城市 截至2022年底 我国千兆用户突破9000万户 5G用户突破5.61亿户 18日 全球最大江海连运行液化天然气船大鹏公主号交付 近日 北京市向困难群体发放2023年1月价格临时补贴 预议2月底前发放到位 18日 云南大理云龙县通报 两名失联南海已找到 已无生命提征 死亡原因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8日 明日之星2022年至2023年 中国青少年滑雪公开赛总决赛在北京开赛 赛事持续5天 18日 第十二届京津纪蒙进炉 六省市冰雪短道拉利赛 在内蒙古西林郭勒蒙开赛 近日 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 新疆巴州伯湖县伯斯滕湖迎来迟找公寓的捕捞旺季 当地时间18日 第36届非洲联盟峰会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被发非盟总部召开 因建筑存在倒塌风险 自当地时间20日起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93所学校超5万名师生将被转移 下面是服务信息 21日起 多地可查询考研出时成绩 中国篮协官方发布2023年中国篮球重要赛事观赛指南 中央气象台预计 18日20时至19日20时 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北部 吉林东部 辽宁东部 新疆南疆西部山区 西藏北部 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小到中雪 其中 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雪 江南大部 贵州 四川盆地南部 云南中东部 广西西部和北部 台湾岛东部等地 部分地区有小雨 局地中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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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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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